現在臺灣領域越來越頂貴 部分領域未知的工作也面對欠缺的問題 其中無法求典也有同樣的狀況 為了要提升求典的服務和檢查領域的訴求 現在導致地匯科技的運用 希望在五年來完成地匯求典的建議 這次全國往南參訪 也特別跟台主和內地匯求典共同來參與MOU 這會導致地匯求典的建議 抗野球是很多消滅人士虛的運動機 但現在很多球場都面對領域不足的狀況 為了要改善這種情形 台中的五方球場現在登起危機五年的地匯專行業 希望透過科技的運用 減少領域欠缺乏的問題 當時提升球打球的體驗 在少子化的全世界這個趨勢裡面 球場裡面要找到很多的工作通人 感地或人力密集的這些工作 事實上現在人已經非常缺乏 那我們希望變成一個智慧球場 等你進來的時候 就是無人的櫃台 你就不用再排隊了 你只要跟著機器輸入你一些密碼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結完帳 就可以下去打球 那擊球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缺乏感地 那我們希望能夠有智慧的球車 能夠有無人感地的球車 最好是能夠安全的範圍之下 在一個場域裡面 用無人的球車 讓客戶也可以去擊球裡面 可以得到一樣的服務 為了康大地匯球場建立的機會 這次來到外南台座球場參考的時候 三更球場的代表 也共同簽訂MOU 並結成支援的球場 期待頭過三方的合作 提升整體的競爭力 那我們今天這趟來 來簽署這個MOU 希望能夠帶動我們更多的交流 特別是我們的台山回國 互相往來 能夠來服務大家 台灣的高科技是非常厲害的 那物風球場也正在做 智慧球場的提升 那我們也跟 這個守德這裡的台子高爾夫球場 我們也跟他合作 希望將來他也能夠跟我們一起 大家交流 學習 互相可以提升 我們高爾夫球場的智慧化 讓未來趨勢裡面的少子化 或者缺工的情形呢 能夠得到最大的改善 未來救電腦中的 頂向地匯化 沒人法的方向來發展 透過科技提升給予的體驗 都是改善年齡不足的狀況 記者國務以往南總和報道